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看来 战时日本是虚伪 并害的 任何有正常心智者的理性声音都不可能诉说出来 大家都被裹挟着成为战争的帮凶 他拿战前战后两件事做了对比 他说 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神风特工队的英雄只是幻影 而人性的历史开始于他着手经营黑市生意的仪煞 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那些现身道义的未亡人只不过是幻影 而人性的历史开始于一张新面孔铺路他怀中的一刻 他认为 贞洁牌坊是那个叫天皇的幻影强加给百姓的 一定得打破了才行 意识和胜语的堕落 这个过程不能终止 拥抱战外历书这样评论 堕落论将人民从战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让他们回归合理的自我 并给他们生活的信心 原来 满口的堕落并非由一个好人变为坏人 而是从一个假人变成真人 从只为天皇而活 变成为自己而活 本文照片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